非常拉起封锁线 因为这里前一天晚上 遭人投掷两枚汽油弹 所幸无人身亡 当地犹太教徒们 想起这件事仍余悸犹存 以巴冲突 局势升温 反犹太事件频传 希望国家接连传出 恐攻事件或炸弹威胁 让各国不敢大意 法国凡尔塞公 自14号以来 已经三度传出有炸弹 紧急疏散民众两小时后 确定又是虚惊一场 法国南特等15个机场 受到炸弹威胁的恐吓性 机场紧急疏散旅客 130个航班被取消 又多个航班误点或改道 但并没有发现真的有炸弹 法国连车站一度精传有炸弹 造成交通大打结 结果又是虚惊一场 那国司法部长将这些炸弹客 比喻成小丑 呼吁民众团结心 强调执法单位会依法办案 为了防范恐怖攻击与宗教冲突宣文 澳洲当局已经决定发出5000万元 保护尽内的犹太教堂 清真寺等宗教设施 即将举办APEC领袖峰会的美国旧金山也宣布 将会加强伟安工作 管制范围与执法人员都会比美国总统拜登 拜访旧金山时还要延 还说强度至少提高21倍 在尾巴冲突局势缓解之前 恐怕西方各国都难以掉以轻心 见新闻张玉杰汪永白报道